哦,哦,哦,随着公鸡打鸣声响起,沉睡中的牛心村也逐渐醒了过来。 洗漱过后就是吃早饭,一般寻常百姓家是吃不起早饭的,除了秋收的时候,为了保证收割的力气吃三餐外,寻常十日,一天就吃两餐。 不过在牛心村没这回事,所有人都有早饭吃,这也是为什么不少人对白玲苗如此感恩戴德的原因。 给饱饭吃,给疏毒,甚至田里种出来的粮食自己也有份,这世上哪还有这么好的东家? 快,赶紧起了,起头的粥浓些,吃饭都不勤快。 你这辈子干什么能勤快?吕状元用手,不断怕打着自己大儿子的门。 爹啊,咱们现在有钱了,在家自己开伙吧。 吕举人的媳妇罗眷花对于次次都睡不了懒觉,感觉到非常不满。 你这是有钱挂身上烧肉啊? 有不要钱的饭不吃,居然还自己花钱买粮食,败家玩意,赶紧起。 握着汗烟感剔头盖脸地训斥了儿媳妇一遍后,他背着手转身就去拍打那些徒弟们的房门。 他自然不是贴心地喊这些徒弟去抢早饭,而是让他们起床练基本功的。 吕状元完全按照当初自己师傅教自己一样去教他们,严格但又单一,练不够练不好不准吃饭。 本来练唱大戏,必须从小就开始练,他们这么十多岁的年纪,想要出头那就必须更勤快。 在徒弟们那高低不一地吊嗓子的声音中,吕状元带着自己那一家子浩浩荡荡向着白家大院走去。 等他们刚进了院子,刚好就看到养小孩指挥着两人扛着一锅热粥往大堂里抬。 他脸上刚堆上笑容向离走,可当他看到自己那逆子吕秀才也在的时候,脸上顿时哒喇了下来。 哼,面对这个小儿子,打也打了骂也骂了,可这畜生是认了死理,说什么都不听。 而面对自己亲爹的敌意,吕秀才嘴里骂骂咧咧的,时不时说着一些老王八,等着瞧,总有一天之类的话。 而他那买来的妻子桃儿,在后面沉默地看着自己的公公跟相公,心中似乎在想着什么。 哎呀哎呀,大火都到了呀。 随着狗娃那难听的声音响起,其他人当即就看到的他扶着他那大肚子媳妇走了进来。 对,快生了,已经足月了,估摸着就这几天了,我儿子就快出生了。 狗娃笑咪咪地对着吕秀才说道。 吕秀才脸上露出一丝不屑。 我问你了吗?显摆什么呀? 呵呵呵。 脸上霉飞烟舞的狗娃扶着自己老婆坐下,走到吕秀才身边低声问道。 秀才,你那神通学得咋样啊? 还那样,不认字练起了慢,怎么? 你想学? 狗娃笑了笑,我才不学那玩意呢,多累呀,我吃完早饭溜溜时,就等着吃午饭。 我那四母田让别人种着,等着收粮食就成,什么不用干,年年都有粮食,多自在,这么多苦都熬过来了,可得让我好好歇歇了。 跟李师兄走南闯北这么久,别的没练出来,见是算是练出来了。 这世上白送的东西可不多,尤其是各种神通恋不好危险得很。 其实他心中的真实想法就是,先等个几个月,等着吕秀才真没出什么问题后,自己再学,这也算从李师兄身上学到的。 哼,除了吃就是睡,没志气。 吕秀才对着狗娃一脸的鄙夷。 嘿,我是没志气,我有儿子,你有吗? 就在他们说话间,李火旺带着白铃苗走下了台阶,其他人顿时不再说话,等着对方入座。 虽然李火旺的皮肤没了,看起来有些害人,但是在座的人早就已经习惯了,比这再吓人的都看过。 等李火旺在主座坐下拿起筷子,其他人这才开始动手吃饭。 李火旺就着咸菜跟咸淡,吃着馒头喝着粥,动作幅度很大吃得很多。 吃慢点,饿死鬼投胎啊,没人跟你抢。 李火旺却没有理会白铃苗的抱怨,继续吃着自己的早饭。 自己一修炼起来,就是一天过去了,现在不吃宝典,晌午可就没有吃。 哎,这在牛心村也没逮人害你,你怎么还弄得浑身是血啊? 白铃苗用手扣了扣他身上的血架。 有备无患吧,放心,死不了。 死不了不疼吗?你这是疼上瘾了?晚上跟你躺一块,起夜都能被你吓一跳。 在白铃苗的牢牢叨叨下,李火旺匆匆结束了早饭,走出了白家大院,而李岁早已经在外面的等了。 一高一矮的两人顺着崎岖小路,开始向着牛心山上走去。 可就在他刚走出村头时,四周的林子中弥漫起白色的雾气,眉头皱起的李火旺当即用手一握紫碎剑,猛地拉出一截。 谁?出来。 随着冲天的煞气,积得四周的薄雾猛地向四周一挡,白色的薄雾迅速散去,紧接着盯着一块木质面具的面孔从雾中露了出来。 哎呀,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?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?原来是你呀。 而九。 柳宗元。 李火旺有几分惊讶地看着这位戴着木头面具的男人。 他记得这个,当初他跟迹象还有拓跋丹青一同寻找新着的时候,他是其中一人。 世道无常,当初一同行动的五个人,既相死了,心吃和尚也死了,拓跋丹青被困在新着里出不来,现在就只剩下他们两人了。 再次见面,两人唏嘘不已中带着一丝亲近。 既然柳宗元在,那自然不可能去修真了,李火旺当即带着这人来到惠客室内上茶。 端起茶喝了一口,李火旺带着一丝好奇地开口问道, 柳兄,今天你特意到来这,是不是尖天司交代什么差事了? 虽然柳宗元也是尖天司的,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人是因为上京城那件大事而来的,毕竟当时,自己用的都是北风那具女人身体,怎么查都查不到自己身上。 很快柳宗元的话,也证实了李火旺的猜想。 哎呀,这不是听说这里又有人住了吗? 还以为又有一伙白莲鞋交了,就专门跑过来瞧瞧,真没想到在这遇上了你。